金融市議員張浩瀚25日隔離期滿 前一晚透過直播分享關七天的感受 一般的感冒我們大概都會兩到三天 大概症狀都可以根除 但是這一次的一個進步 你看我到現在第八天 我還是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盡量還是要維持自己的一個 跟家人的一個距離 跟朋友的一個距離 這樣才可以確保彼此都是健康 彼此都是安全的 因為家中有長輩又沒有單獨的餵育 為了避免傳染給家人 才申請到檢疫所居隔 但陸續看到全國有兒童確診送醫之後 仍然救不回的悲劇 讓他有感而發 建議市政府可以設置兒童專責集中檢疫所 我想兒童集中檢疫所的最大的一個優勢 其實因為像現在 只要是我們家中有任何小朋友 有身體藥的有症狀的時候 他到醫院通常還要經過一到兩個小時 有可能醫生才會立即出來 來判斷他的一個身體的一個狀況 如果收支在集中檢疫所的過程當中 如果經過立即的一個反應 如果小朋友可以立即受到醫事人員的一個 看樣他的一個身體的一個情形 那來做一個判斷的做一個分級 是否是現在是以開藥的方式來做診療 或者是說他必須要搭配後送的機制 立即到醫院可能進行住院的相關的一個治療 我相信藉由專業的醫師來做這樣的判斷的時候 會加速小朋友在做所謂的身體狀況的一個判斷 那對於我們後續的小朋友的這些生命身體的一個保障 會更加的一個插實 那避免在之前這樣兩歲的孩童 那因為沒有接受到可能立即上面的治療 或者是經過還要多方的一個轉診了之後 才可以決定要不要收納 甚至在基隆匯沒有這樣的一個 當時並沒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那導致他的生命因此而做喪失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惋惜的 所以在這邊也要建議市政府 那針對於所謂的兒童專責的集中收支中心 進一步的來做一個考慮 張浩漢拋出這個想法 25日回到議會 也獲得其他同事的支持 在幾週前 疫情到爆發的時候 那非常緊急的狀態下 我接到一通電話是80歲的阿嬤 還有一歲的孫子 兩個人都確診 但他們不符合重症的要件 所以到醫院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專責病房可以進去的 但是兩個人其實都屬於高風險區 那阿嬤電話中公說 好 姿衛啊 我如果希望這幾歲的孫子會不會怎麼樣 那時候我們就做了一個緊急措施 我們市政府就成立了一個叫加強版防禦旅館 也就是專門收支不符合重症中症的要件 但它又不適合在居家照護 那加強版防禦旅館就是有護理人員 來隨時來監測我們這個組織的狀況 我想這樣子的狀況非常適用在我們的兒童專責的空間 因為兒童小朋友我們現在沒有打疫苗 那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專門讓兒童來做治療 然後家長也可以一起在那邊照顧 因為你如果是5歲以下 基本上小朋友一個人在那邊 家長也不會放棄 那因為小朋友的這個狀況突然起伏比較大 他可能這時候沒事 可能可能過兩個小時 他突然就是要飆升到 發燥到四十幾度 甚至就是可能會出現痙攣的這個狀況 那有時候家長其實會有點不知所措 就是說他緊急送到急診室可是可能也還是要等待 那就沒有辦法第一時間來做小朋友的 醫治或是說給予評估 那如果有集中檢疫所的區域出來 如果是專門兒童的部分 幼兒童的部分 那醫生可以經過第一時間的評估 如果說只要用藥物控制就好 那就是可以給予藥物的治療 那如果緊急有狀況 其實可以馬上來做第一時間的救治 那家長也會比較安心一點 不然現在很多其實我們服務處也接受到很多家長的這個陳情 就是小朋友突然在家裡面發燥到四十幾度了 然後出現痙攣 甚至是有腹瀉的狀況和嘔吐的狀況 那他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送急診 那可能到底要先觀察 還是說先是退校先觀察 還是說直接送急診 那送到急診去 其實就像我剛才所講的 到醫院之後 他可能也是在急診室也是叫你等 你沒有辦法有一個專門是為兒童所開設的這個 診間的話 其實是對有時候我們會看到新聞說 不希望發生這個憾事 其實就是說像之前的兩歲的小朋友的死亡案例 或者說很多其實現在目前小朋友的狀況 其實就是一直有很大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希望說可以 像整個張豪安張議員講的好了 現在關於處理兒童 Community確診的範疇 他的核心其實是在 在重重症的一個收治 希望能夠 能夠有一個快速的一個通道 快速的處理 快速的一個收治 尤其在重症的一個專責 而加強型的防疫專責旅館 或是集中檢疫所 其實 其實本身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均沒有設置兒童專屬的 那事實上這一部分 都有成了那個陪同可以一起進集中檢疫所 或是加強型的防疫專責旅館 那邊都有醫護做一個照顧 雖然以台灣目前的醫療量能 各縣市要由專責的小兒科進駐檢疫中心 恐怕有難度 但基隆首位的確診議員關七天 拋出了想法 只希望兒童不幸的憾事別再發生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有 呢 遅 有 有 也 有